洗米洗菜 志工們要準備130個素便當 推動防疫素食餐的列車 開進路東國小 教職員從午餐開始改次數 素食給我的感覺還是很可口 而且它的量非常的豐富 另一區海浦國小校園內 如素行動也展開 小而美的海浦國小 雖然人不多 才35個素便當 但志工也是起早準備 細心配色 把滿滿的營養放進便當裡 最後還掛上平安吊飾 透過每一份餐盒結好園 大家新聞 珍珊美志工 莊世龍 徐鳳琴 陳常富 彰化報導 台中市剛破壞了